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所謂的這個奢華的比較親民的SUV 特別要看一下呢就是他們在2023年的這個銷量到底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排行榜 第一名呢就是我們的這個Lessus這個NX 總共全年銷售了13263台 第二名可能你會想一下它是一台電動車 它就是我們的Model Y也銷售了9697台 可是這兩者的差距其實是有一些差距在的 再來是我們的賓氏的GLC還有這個Lessus的Ice 也有這個6321台再來還是Lessus的UX5368台 再來就是Vobo的啦XC40XC60再來這個GLE 還有Model X也有2211台 然後再來最後的這個第十名呢是GLA的2091台 那在這些銷售當中呢我們親民的可以反映到 我們在找一些CP值高 那它價格又親民的這個SUV 我想真的是Lessus的這個NX當之五愧喔 我們今天現場就來了一台喔 請這個老爹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這麼的愛這台車喔 基本上我覺得它的尺寸剛好 而且外型很好看 那現場這個200我覺得是這樣喔 因為今天Money哥的主題 但是就是說以比較親民的價格 可以買到的豪華品牌 你看光剛那前五名Lessus占了三名 我覺得他們家SUV大軍這個是非常厲害 而且再來我真的你剛剛提到了喔 就是它的一個中骨蠶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啦 對那這部車其實它的保值性是非常好的 那其實它的NX200有兩個幾具 現在這個是豪華版 豪華版呢它的售價是181萬 比最入門的171大概多了10萬 然後配備就差了三個 就是說這個後面的這個電動尾門 然後這個雙前座的電動座椅 大概就差這樣 那如果說你覺得我有手臂 沒有電動也沒有差 那我覺得你就選入門的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有電動感 有電動座椅還是你知道豪華感受好一點 因為這個車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能夠選的集聚太少 我們又會罵 然後集聚太多的時候 加個20萬30萬 又上去了乾脆就攻頂就算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200萬內可以買到 應該算豪華品牌 然後這部車保值性配備也好 其實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而且它的後續的維修各方面服務超好 對 對 沒錯 這個真假的重點 好 我們來看車頭 基本上就是Spindle Body 它的一個防錐型水箱護照 我認為 因為今天這個顏色 它是黑色 是 不然其實它車頭有一些黑化處理的部分被吃掉 就是一些層次啦 對 如果說你今天比如說像對方這個 對面這個藍色 其實我覺得它白色最好看 對 而且我很多朋友的老婆 就是太太 對 也都買這個車給他開 第一個質感好 第二個開出去很有面子之外 我覺得很有氣質 你知道我們覺得這部車很有氣質嗎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也不錯啦 對 好 然後呢 裡面你看這種網擴散式的這種水箱護照裡面的一個造型 對 還有我剛剛說被黑色吃掉 就像這個 這部分因為它是黑色的 對 然後它有搭著spindle body這個水箱護照的一個往外擴的一個這種線條 再加上你看從立體看這個摺線有沒有有點鯊魚頭有沒有看到 而且幾乎是垂直90度啦 我覺得這個頭這個這個造型其實很好看 非常好看 對 然後兩邊呢這個你看 箭矢式的一個這個造型的一個LED啦 然後有遠近光燈自動調節的這個LED 對不起 這日行燈 對 有遠近光燈自動調節的LED頭燈 基本上我覺得其實在這個車頭 這一代的車頭造型設計真的非常成功 我們來看一下車側 這個車側 因為這個車頭真的是沒有話說 因為以往我們知道一些什麼勞斯萊斯高級車 它前面絕對是直撲式是平的 你看現在它的老大哥RX其實也是這樣在設計啊 我覺得線條其實非常有點蠻運動化的 在輪胎的部分配置呢是18吋 那在整個車側的線條我覺得其實也非常立體 然後你看你剛剛講爆龜 對 其實它也是有一點爆龜造型 包含像後輪拱 這邊都有 而且呢它基本上就是這邊 它整個葉子的造型之外 除了一半是跟車身同色 另外一半是用所謂的防刮材質 就是消光黑的感覺 對那防刮材質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它還是帶有一些比較戶外出遊 一些比較越野的一個風格 那實際上其實也真的比較不容易刮到啦 對 然後在整個車側部分 像這個車頂形一下 這個算是標準配備 然後車門把手呢 現在它新世代的全部都用這個e-latch 這個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實用的一個功能 對 通常是往外拉嘛 所以你要用手這樣輕輕點一下 一個指頭就好 就是有點像按鈕式的 對對對對對 然後後座基本上我想要請曼尼哥上座一下 沒問題 因為很多人 我覺得這個車基本上就是買給家人做的 對那家人呢 一定會在意後座空間 特別像比如像我這種有小孩的 你女兒現在多高 我女兒現在一百零幾公分 一百零幾公分 好一百零幾公分 好來 請幫你試坐一下 來你的西部空間 頭部空間我覺得 這個其實還蠻大的 真的是 而且我頭部西部 其實重點是坐起來很舒服 它的發泡棉 其實有支撐性又柔軟 對 然後它前面呢 我摸到了各方面 還有大家看到的那個視覺的享受 真的是很棒 對 而且它的隔音很好啊 後座有冷氣出風口 還有兩個Type-C的一個充電孔之外 你看它的開門方式 也是輕輕按 這就很科技感啊 所以它基本上不用那麼費力啦 因為原本可能要拉啦 或幹嘛的會比較費神一點 通常是用一個把手 你要用拉的 對 但是它直接很順勢往外這樣 用一個指頭輕輕撥一下 就叫優雅你知道嗎 貴婦 貴婦就喜歡這個 對 怎麼可以叫我很大力的 開門跟關門 而且我現在坐在裡面 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除了這個三角窗 我覺得它視野有幫助我 就是看出去 很開闊以外 它的椅背還可以兩段調整 對對對沒錯 它的椅背是可以兩段調整的 它調整之後呢 其實我就如果做長途 我就斜一點 其實真的是蠻舒適的 而且包覆感也非常非常的好 沒錯沒錯 這個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它的後座空間 不太需要擔心 好在這個車尾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大小合移的一個 這個這個所謂叫什麼壓位 壓位 對然後第三煞車燈有這個內檻在上面 它內檻這個我覺得蠻喜歡的 對然後呢我覺得最搶眼 然後辨識度最高的就是它的貫穿式尾燈 是 它不是一條線從左到右到底喔 它是再加上兩個L造型的一個這個 不是日行 尾燈的一個線條 光條 是 光條再加上這一條 所以打造出這種辨識度非常高的一個車尾 然後呢下方也有一些比較 比較比較運動化的一個這個設計跟線條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講因為是豪華版 對 所以有電動尾門 電動尾門 對那電動尾門打開之後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平整化造型相當不錯 因為它這個有底板 那這個底板呢你還可以打開 打開之後我們講 因為它這個齁 它還很巧妙的把這個遮陽臉 可以 這個是後面的影絲棧板 對對對 影絲棧板 但是它有一個它的夾啦 可以固定住 它就不會說讓你這樣亂丟 然後開車的時候這樣滑來滑去 是是是 這樣是不是就有點 而且我剛剛發現到你拉起來之後 它底下還是有鋪絨布的 有有有有 感覺還是蠻好的 不是只有一塊塑膠 對對對 好你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杖板把它放在這邊之後 你看它這邊還有多餘的空間 還蠻大的 你看這個抽屜啊 全部都幫你設計好了 是是是 就是說你就可以很彈性的去 擺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這樣一收折 你看平整化的設計 所以老爹幫我們介紹這個 我真的覺得這個整台車 它能夠賣的好 不是沒有原因的 整個CP值真的非常非常高 然後那邊還有12V的點音器 然後椅背可以做六四分離的傾倒 對 居家必備 出遊涼拌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這個車內 繼續看一下 現在呢 我跟老爹就在車裡面 來看看這一台去年銷售的冠軍 這個算是非常親民的奢華SUV 到底有什麼法寶 好這個基本上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看整體的造型 因為這Lexus 我覺得在整個造型上其實是很有設計感 就是說你看喔 不是對稱式的一個中控台 然後很有設計就是說 你看這邊有一個9.8吋的螢幕之外 這邊呢 你看它也特別勾了一個 算是什麼 S型的彎這樣子 然後還特別用鋼琴烤漆這種高質感的這種表面來做一個打造 然後呢 重點是呢 就是整個你看像這邊 鍍鉻材質 對不起這個金屬材質啊 然後整個你看這個連製背架的周圍 都用這種高質感的這種烤漆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組裝品質的部分 像這個皮革 你去摸 組裝品質 其實這都非常好之外呢 重點是我就說 前方還有一個大尺寸的數位儀表 是 中控是9.8吋 那當然如果說你看到一些 宣傳上或是我們試車影片 有時候它會配一個14吋的那個更大螢幕 好像那個好像到這邊來了對不對 對 那個當然就是你要選到更高階的 我記得應該是在2.4渦輪的那個版本 叫F350 NX350的那個版本 你就會有標配所謂14吋的一個觸控螢幕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科技感更十足 就是把這個空調旋鈕會整合在裡面 但是9.8吋我覺得也相當夠要 也蠻不錯的 對然後裡面當然就是說 跟你的手機做整合 然後藍牙聽音樂 然後主動安全的一些這個設定 配置駕駛輔助 那你看 駕駛輔助其實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那你可以針對你特別不是那麼愛用 或者是不是那麼常用 或者是必要狀況 你可以個別的把它打開貨座 所以它的一些警示的配備 基本上是全部都有 但是你可以選擇要不要開 對 當然就是說另外它的主案 LSS Plus 3.0 基本上我覺得在這個發表之後 它也新增了很多功能 比如說它辨識的東西變多了 從以前的汽車 然後到機車 腳踏車 然後行人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對向 然後對 對向的行人偵測 然後跟這個對向的來車 可以做一個緊急煞停之外 我覺得其實在路口的轉向 不管左轉右轉 其實都會更安全 然後翻盤盤的配置 基本上我覺得握感是很好的 然後它是CPT 但模擬時速的一個變速 所以有換檔撥片 對所以有換檔撥片 然後這個兩旁的這個功能件 其實算非常多 對 那這部車因為 其實我很喜歡它的台頭顯示器 對 但因為200沒有 對 那這個當然就是 這是經銷商額外加裝的 好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在座椅的部分 基本上我剛剛講 因為是豪華版本 是 所以有10項電動調整 對不起 8項 8項 副駕是2項 然後對這個駕駛 我覺得對駕駛來講 你記得要調整到你一個 比較安全 然後舒適的一個位置 然後方向盤也記得要可以上下調整 還有前後 你看它的幅度其實蠻大的 對 其實我還蠻在意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開車的時候 你如果調整到一個 比較你舒適的位置 對 我覺得你的對皮 長度行駛 皮囊度的累積也會比較有幫助 還有一個中央扶手 記得喔 它這個很 這個 特別 很貼心 我問我這邊開的啊 對對對很貼心 照顧到太太的需求 你看我可以這樣開 喔 也可以這樣開 對對對 就是跟老婆吵架的時候就開這邊 哼 不給你用 對 跟老婆吵架的時候應該開這一邊啦 對 裡面有一些現金就給他了 對對對 就OK了 對所以我就說其實我覺得 以它的價格來說 我覺得確實 它為什麼可以 賣到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我覺得確實有它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最近碰到一個問題 是 因為它的小老弟 對 LBX出來了 真的LBX 大家目光焦距在上面 然後它的價格呢 你看喔 中 賣的最好的是143那個版本 對 但是它有個頂規 是 頂規呢它是169 所以已經跟 這個 你看非常接近 你看它的入門是171 是 差兩萬 對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選 因為我想可能就取決於空間啦 跟整個車格的部分啦 讓家人投票 那一定有人喜歡LBS啊 錢是你出的你要買來的 錢是我出的 那還是要聽太太的啊 聽太太的啊 你這麼貼心喔 對對對 怕老婆就對了 如果是我 我也是聽太太 好啦 感謝老爹 幫我們分析得這麼透徹喔 準備要這個 入手Lessus的這個 觀眾朋友 可以多一些些選擇啦 多一些些細節的一些選項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2024 下半年之後呢 到底會有哪些電動車 陸陸續續會來我們台灣呢 我想大家也是非常關心啦 接下來繼續聊